爱心绝罗后裔带西湖健保 现场专家看后竟加价抢购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点个关注 这就一起来看 在今天的健保节目中 一个老爷子推开了健保大门 看到这个大爷衣着不凡 主持人连忙问道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则回答道 自己名校爱心绝罗九一 来自北京市顺义区 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想到大爷穿这身去谈生意 主持人不禁好奇地问道 你这看着也不像一个经商的 倒像一个古代的达官子弟 说到这个话题 台上的老爷子顿时来了精气神 他对着主持人坦言闹 你说对了 正宗的正皇旗 哦 正皇旗 好家伙 自打清军入关之后 八旗制度就由满族的社会组织 变成了单纯的军事组织 而这名不见经传的正皇旗 则正是清朝皇帝所在的社会组织 在大清王朝 你只要跟着八旗站上边 那都可以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 因此时至今日 一些北京大妈依旧以此为荣 不过 如今对于这种人生歧视的身份 大爷也是很少对外人说起 看到健保舞台上来了名流 这台下的观众 纷纷鼓起掌声 而主持人则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今天带来的宝贝 该不会就与你的身份有关吧 大爷则一手指着宝贝 一边对现场的观众说道 如果有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朋友 肯定都会有印象 因为这个壶与耀州瑶的提凉壶特别像 说到这里 主持人这才恍然大悟道 见到如此稀有的宝贝的主持人表示 见到这个壶 他就想起了一首诗 听到主持人说出这样一个千古绝句 台下的专家对了一个 如此绝妙的下脸 一旁的专家都忍不住夸赞道 没想到在我们的身边竟然还有这样的大能 一番题外话后 主持人让大爷给一个心理的预估价 没有丝毫的犹豫 大爷直接收入了30万的价格 当然对于这个价格 大爷表示自己也不是瞎给的 就在五年前 一个收古董的二道贩子找上了他 声称要用30万的价格收购 但由于这是组上流传下来的宝贝 大爷就没有同意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后 大爷就觉得这个宝贝 那起码也要值30万以上 听到这些 主持人让大爷拿给专家 便假失真 爱心觉罗后裔 带西湖健保 这专家看后大惊失色 连忙问 这湖究竟从何而来 大爷则回答道 这是他们家的祖传之物 自己打小就见他在家里摆放 有一次他也问爷爷 得到的回答只是某个帝王赏赐的 听到大爷的回答后 现场的专家直说怪不得呢 首先 这个倒流湖造型十分独特 它后有折 前有流 可唯独就是没有盖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把水或者酒倒进去 只能从湖的底部灌入 但如果想要它流入 不再流出来 就要用到物理学上的U型管源里 在这个西湖的内部 它有一正一反两个通道 而且这两个通道的长度都是等高的 如果想用这个湖里喝水呢 肯定要倾斜这个西湖 但因为两边都是等高的 平衡被打破之后就产生了红吸效应 水自然而然的就流了出来 除了这个西湖的设计之外 在这个西湖的瓶身上 还刻有一个名叫沈郎亭的人 查阅资料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大师 因为当时比较有名 为得到他亲手制作的瓷器 许多文人雅士 把他家的大门都踏破了 但由于西湖制作流程繁琐 所以时至今日 在世面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说了那么多 那么这个瓷器究竟是不是真品呢 经我鉴定 是 得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 大爷顿时是乐得前仰后翻 随后大爷问道 这个西湖究竟是哪一个时期的 如果知道了具体时间 自己也就可以大致揣摩出是哪位皇帝 把这个东西赏赐给他的祖先了 对于大爷的提问 专家则吞吞吐吐的说道 这是一个清代中期的产物 他的的确确出自我国著名大师 沈郎亭之手 更为重要的是 根据西湖上面的打磨和雕刻来看 这是一件精品中的精品 按照专家所说 这是一件清朝中期的产物的话 那么 他祖上得到这件宝贝 大概率应该是从康熙或雍正的手中 俗话说 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 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这个阔绰的大爷当即表示 如果这几位专家想要装修房子 尽可以免费找自己帮忙 如此有趣的嘉宾 主持人都忍不住在一旁笑出声来 爱心觉罗后裔带西湖健保 现场店主看后竟加价抢购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得知西湖是一件真品后 专家给了一个市场价 不过按照节目组的流程 还是得让店主给予点评 首先第一个是来自北京任雨宣的店主 他表示 这个倒流壶析质很纯净 整个造型也很厚重 在综合器物的整个线条规划 足以得出这是一件西式珍宝 但就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 一般这种普通的壶也就卖个几万 所以这个店主给了一个保守价格 看到第一个店主这么保守 北京诗原古文化的店主直说道 你这个西湖是真不错 首先西它是一个环保金属 使用起来也没有杂物 因此这个店主给出一个点赞价 店主的点赞价是 二十万 点了两万块钱的赞 那我再来点个赞 好 还有价 对 好 第三个报价是 二十二万 这个店主之所以给出这么高 是因为在他的家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壶 但是并没有这个壶出名 听完店主的点评后 我们再来看看专家给出的价格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专家仅仅给出了十六万元的价格 对此专家解释到 自己给出这样的价格 主要还是参考上一个拍卖品 但东西跟东西不一样 再说 这鼓完一天一个价 自己只能给出一个保守价 得知这样的估价后 大爷倒没有显得闷闷不乐 而是当众告诉大家伙 自己这次来到健保舞台上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准备将那个东西捐赠给博物馆 听到大爷如此有品德 而主持人也送来了本次的真品证书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假如你有一个这样的西湖 你愿意把它捐赠给博物馆吗